南投县工业会第16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即企业经营者座谈会 在南投市南钢工业区南钢会堂举行 大会由工业会理事长施明方主持 县长林明珍非常重视企业在疫情时期的经营 特别前往关心 他表示企业在开发新产线 新产品或是贸易上需要帮忙的地方 县府都会全力协助 南投县工业会第16届第二次会员大会 即企业经营者座谈会 在南钢工业区南钢会堂举行 工业会特别邀请外贸协会 秘书长林芳苗以后疫情时代中小企业的挑战 为主题进行专题演讲 县长林明珍表示 希望透过专题演讲及座谈会 大家一起启发新思维 开发新市场 探讨未来企业发展方向 共同注进经济发展 林密市长他特地来做专题演讲 他跟我们企业界的朋友 大家来共同研讨 做谈看未来我们企业要怎么发展 这可以让我们这些厂商启发他们新的开发新的智慧 让他们将来在企业各方面 就可以开拓新的市场 这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县政府对企业界我们都非常的配合 要做什么防治 甚至于企业要开发新的产品 或是说企业对在贸易上有什么 需要县政府帮忙的 县政府都是尽全力地来协助他们 让我们企业界能够争取更多的加工产品 来让我们的就业能够继续地来发展 工业会理事长施明芳指出 多一番准备才有多一番的机会 工业会特别借由会员大会 探讨后运行时代的运营措施 希望创造台湾的经济企迹 感谢林县长的重视与关心 现在全球性的经济 后运行时代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那我们要怎么去应付 我们要先了解 然后才能多一份准备 多一份机会 也能创造台湾的经济企迹 现在将盐物料都不断地生 尤其可能在五六月 五月到六月到九月之间 也会有一波很大的涨幅 所以大家要知道 厂商有问题的 我们都会替厂商服务 立委马文君秘书陈启昭 立委徐舒华服务处主任黄书航 县长特助林如斌 南投县工商发展投资测经会 总干事陈冲志 副总办事李洪志 尔宝局南投办事处主任陈延辉 县府社务处长林志忠 建设处长林正伟 文化局长林荣森斗出席 与厂商一同进行座谈 听取意见与交流 记者摧视期南投市采访报导 师傅